就是在那时候 比如来北京之前十几岁在老家 那时候你对未来人生有什么渴望向往 我还是挺有理想的一个人 有人说天将降大人与私人与那个意思 当然我没怎么 就觉得自己好像应该做点事情的一个感觉 我是很少有那种 好像找一工作踏踏实实的 就过一辈子拉倒的那种感觉 好像是实际上最后就是读书了 好像念书读书教书写书 就是一辈子就这么 基本上不做他想 什么时候觉得好像自己要以科学史 包括科学哲学为好像此生的一个重心 其实硕士上就已经开始了 到硕士期间的时候才发现了 科学史这个学科好像还在中国还没开始了 那你就有义务 有责任来把这个学科建立起来 当时是有这样的想法 当时后来 这个理想就很不容易实现了 所以以前有记者问我 你的报复 我的报复现在越来越跌低了 跌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这辈子如果能把这个学科搞成正常学科就不错了 科学史的出现 它是因为科学做大之后 科学家人文学者互相不怎么买账 比方说理科生很傲慢 造成两种文化的冲突 所以人们觉得这不好 我们要搞统一 所以第一代科学史家萨顿 他的一个名言就是新人文主义 就是要科学的人文主义 他觉得学科学史是大桥 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就不一样 他不是说科学人文的桥梁 主要做中国古代科技史 双重背景 一个就是说中国近代落后 积贫积弱 需要从祖先的成就里面寻求安慰 另外一个 50年代中国被封锁 希望通过这个来突破 所以中国古代叫科技史 从来不叫科学史 他没法说 您自己什么时候清晰的意识到科学与技术不同 更清晰明确的意识到这些 90年代 我写了一本书叫《时间的观念》 里面有一章是讲中国 就是说质疑李悦瑟问题 李悦瑟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 第二句话说 为什么近代落后了 两句话是配在的 我们中国人喜欢李悦瑟难题 主要是喜欢第一句话 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 我们听到挺舒服的 错的就是这句话 它其实自然种的进化过程中有很多关键的步骤都是反常的 科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反常行为 为什么科学性思维方式它最大的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发现了自然 发现自然什么意思 发现了事物自己 原始思维里面 最基本的思维是互胜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以前有个法国人类学家叫做列维布里沃尔 他考察过种原始民族 所有的原始民族的思想方式都是互胜 渗透的渗透 万物普遍联系 那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人都是一个生态人 生态的存在者 跟我们的周边环境都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正常的人都会认为我们跟周围是有一种相互渗透的关系 现在水突然跳动一定是某些鬼神的作怪 假如现在此刻地动山摇 中国话讲 那就是天道对人间产生愤怒 中国思想它把互胜律做了精致化处理 精致化的版本就是天人合一 天地人三才 它是以某种人格化的方式来贯通的一种东西 只有希腊人第一次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说 物有其自身 这是挺惊天动地的一个说法 你比如说 希腊人认为地球是个浮在水上的一个东西 像船似的 地震就是晃又晃又糟 所以这个船它自身有一个逻辑 这件事情后面就被希腊思想家给升华了 后来就突然一个所谓存在这个说法 这个病这个词就出来了 它其实 说简单就是说 事物有自身就是第一定律 我就是我 你确认有我挺不容易的 因为我始终的变化之中 这就是希腊思想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你承认有个自己之后 你就把不变奉为最高的东西 而变反而成了一个假象 这个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完全没有市场 中国思想比较喜欢无我 你说你有我 那你属于明文不化 所以中国思想对那些固定不变的东西 它是鄙视的 什么僵化 什么教条 中国人讲最高的是生生自为义 变着 有变就有希望 希腊人会认为 你那是假象知道吧 你把一个筷子插到水里去 筷子弯了没有 你看见是弯了 拿出来又直了 这怎么回事 就证明你看的那个弯肯定是个假象 所以希腊实际上一旦承认事物有自身 自己之后 它就引发很多问题 它就要承认世界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表象 现象 甚至是假象 一部分才是背后本质的 不变的 那个东西 咱们打个比方 这个圆 有这个东西吗 你见过圆吗 我当然见过了 小孩脑袋都挺圆的 他真的很圆吗 那当然不圆了 也就是我们见过的所有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圆 那就有问题了 如果人类的知识是来自于你的经验的话 那请问你从来没见过圆的话 你怎么会有圆的概念呢 这就太有意思了 对不对 没有任何人见过真正的圆 可是我们居然都能把这个东西叫成是圆的 那柏拉图 他就特别好解释了 说那是因为我们有圆的理念 然后我们才能把它定义成圆 我们才能说脑袋是圆的 才能说脑袋不够圆 才能说这个杯子口是圆的 或者不够圆 那是理念中的圆 那个圆 它是根据概念定义出来的 这个事项非常深刻 通过概念 我们是可以把整个世界都推出来的 就是用简单的element principle 来组建整个大全世界的丰富的多样 构成一套稳定的严格的固定的一些关系 这就是科学 所以万古不移的那些定理 那些公理 这些东西看起来都是废话 欧式几何的那几个公理和公社都是废话 公理就不用说它了 公理全是废话 第一公理 等量等于等量 第二公理 等量 加等量等于等量 第三公理 等量减等量等于等量 很多人已经很不耐烦了 你讲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第四公理 全等者全等 第五公理 整体大一部分 都是废话 可是它推着推着推到最后 就好多东西就不是废话了 你比方说 比达格拉斯定理 你觉得是废话吗 那不是废话 一个直角三角形 它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 这个事好像不是说你一眼能看出来的 你如果不经过理性的自我的修炼的话 你大概你永远在黑暗之中 完了 这一下西方思想的动机就出来了 它为了使人成为一个人 所以不断地讲自由 理性 真理 启蒙 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周克珍这一代人 其实周克珍这一代人是非常淳朴的接受西方科学教育的一代人 他也是最早认识到科学的本质是求真 他说什么是科学 科学的本质 科学的精神是什么 他说那就是不极厉害 但问是非 把个字 这个事项在中国文化里是破天荒的 说得好 是吧 不极厉害 但问是非 我们以前是不理解 哪有这种傻人 所以到了新世纪 这时候你就发现 你开始觉得中国科学不行 是因为我们穷 没钱 后来发现我们钱也挺多的 投资越来越多 怎么还投不上去 那一定有问题 这恐怕是跟我们对科学的误解有关系 这个误解从来都没有认真纠正过 然后学科学的人就一个猛子扎下去 开始直接解题 你甭说那么多 你把问题哥解决了 解决了就行了 这个当然就不是科学精神 你解问题算什么 问题解决不了 不要紧 道理要讲清楚 这是科学精神 所以功利主义这件事情没有机会认真的清算 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投入 科研投入之后 它就成了一个瓶颈 因为大家慢慢认识到了 你现代国家的综合国力靠科技来衡量 而现代科技的实力靠它的基础学科来衡量 而基础学科的发展 它不是靠钱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自由的个人 自由的灵魂 自由的创造 对宇宙奥秘的好奇 对真理的不可遏制的这种情感 您说我们中国传统缺乏那种希腊式的科学精神 没有那个东西 怎么进入希腊 很难 不过它已经不光是说中国文化问题 因为现代科学本身 它本质上品性上就是一个求力的科学 你想刚才我们讲的希腊的科学思维方式 目标是把理白施清楚 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应用性的东西 但是后来科学本身变了 这当时是一个大问题了 大话题不一定要能聊得过来 就是整个现代文明它是两栖的结合 希腊 希伯来 牛顿这帮人的从事科学的动机 当然都是宗教动机 它不是功利性的 因为牛顿时代的科学还没有用 只不过它已经隐含了用途 它是被基督教以某种方式灌输到现代科学的基因里去了 最终造成的就是海底格尔认为的悲剧 就是人类已经完了 你这个边吃边拍这也是标配吗 不是不是标配 就是饿中午吃饭嘛 但是我看你每次断就有一个吃饭的镜头 因为一般拍的都是比较长的 总会赶上吃饭 那倒是 我当时在北大的时候 我每天有时候晚上晚饭 会吃两个肘子 两个 饭量惊人的 两个肘子 但你大学时候是那时候小 那时候熊变吗 因为那个八年代又是个很 大家都在辩论的一个时代 你是个大学我没有机会 到了研究生就有机会了 就就显得很很很很熊变的样子 那时候我们也办了一个学社 好像就叫科学这些社 类似这样的名字 还是科学文化社 晚上办完讲座之后 一帮人就开始向夜色猖茫的圆明园进发 然后就在圆明园里就逛 就是越早越高兴 今晚就不回去了 咱们就 然后呢 一直走到清河 走到清河 看了一个大草堆 然后 这道清点狂欢 有一哥们就开始 把一个条子给点着了 举着 后来我一看这哥们 就是我有时在早堂洗澡 发现他特脏了一个人 都是浪漫的另一面 浪漫的另一面 对 刚才那个问题你讲的 就是之前是一个纯粹好奇心的 更无用的 到了牛顿之后 突然科学变成一个利的象征了 就这个转变到底是内在逻辑是怎么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我试着讲一讲 刚才我们看六分一 天文学测量 它都有关系 所以近代科学它是有一个背景 就是征服世界 征服地球 扩展市场 只不过它一开始 没有特别兑现 现代科学开始兑现是19世纪 但是这种变化的开始 要追索到中世纪晚期 中世纪我们知道 它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第一次文艺复兴 学术复兴 在十二十三世纪 基督教世界虚心的把希腊文明引进来了 标志就是两个 一个是大学出来的 希腊大学有四大学院 神学院法学院 异学院不说 还有一个异议学院 异议学院是干嘛的呢 它是相当于我们说的本科的概念 一个人要受高等教育 他必须先从本科读起 本科读什么呢 本科就读希腊 甭管你将来是干什么 先从读希腊开始 所以大学是基督教做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就是托马斯·阿契纳出现 就是用希腊的方式来重新阐释基督教教义 在基督教的背景下 把希腊科学文明把它给接盘了 接过来 但是它其实是形成了一种既真从希腊文明 但是又保持一个批判态势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最大的问题是 你怎么能光讲道理呢 要讲道理 那是不是说凡是众物一定要落地吗 那上帝都不能让一个众物往上飘吗 那圣经里讲的那些奇迹一个都不合理了 所以人通过自己的纯粹理性 还达不到绝对真理 他也同意要真理 但是真理最高的真理不是你那个理性 它是相对真理 绝对真理是那个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 基督教是把希腊人所构造的一个完美的理性结构 那个cosmos给它砸碎了 重建 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不再认为树叶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我们认为就是一堆园子 或者清朝 或者我们做的沙发 在现代可以看来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 希腊人绝对是不能容许的 你竟然把马和羊都混在一起 你这怎么行呢 没听说两匹马能加两只羊这样的事情 希腊是不容许的 在现代为什么容许呢 这就是关键的上帝的起作用 你们的所有的差别 在上帝那里是微不周到的 这个差别是不重要的 物就不再是物了 物就丢失了自己某种意义上 砸成一个全通例子 然后再来通过定律统一来控制 就是说 现代科学那种所谓的通过方程的方式 通过定律的方式 对世界进行一个无远复界的密不透风的一个网 网障结构 它是通过上帝这个环节先把你全砸碎再说 这就为现代科学革命准备到条件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讲一个 交来一个背景 第二个要交代的是说 现代科学那种一定要变现 一定要变现这个思想来自于上帝的绝对意志 这个意志的存在 它是被基督教学者做了一个自我否定的一个东西造成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上帝太牛了 太牛了 太牛了 请问上帝能不能把一个信上帝的人也打到地里去 当然可以 我真信的 你真信 那是你以为你真信 在上帝眼中 可能你就不是一个潜信者 那如实看来 得救有什么希望 得救没有希望 整个基督教世界都解体了 怎么办 让上帝退休 把他树枝高阁 让他成为太上皇 然后让人亲自来接纳他那个位置 让人自己做主 所以这就是文艺复兴 为什么讲人道主义 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认为 人类此后的一切知识 都要根据人这个角度来重新架构 那么他有两个代理人 一个就是笛卡尔 一个就是培根 培根就讲所有的科学知识 都是应该对人类有用的 所以知识就是力量 就出来了 这就是所谓力量性科学这个模式 从培根主义就讲出来了 对吧 第1章2它是另外一种方式讲 他讲 我师故我在 所以近代科学 它这个有用性 它是经过了基督教的洗礼 可用性已经灌输在里面去了 所以到了一旦实际成熟了 外部条件成熟了 19世纪就开始有用了 所以你看就是说 希腊的科学思维方式这里面 它能够对事物自己 事物自身这个认识 按照我的理解 它其实是来自于自由民对自我这一部分的认同 这一部分 盖利斯德本人讲了好多次 他说什么叫自由的学问 就是指示为知识自身而言 来创造知识 这叫自由的学问 城邦制度垮了以后 那种学问就做不下去了 它没有办法 西方靠宗教延续希腊那种超功力动静 当然只不过那帮人形成了一个很奇特的学问 做学问的方式 是什么 可以使劲地思考和争吵 但是不要当真 你可以去思考地球动 在西方靠岸看来地球怎么能动 为什么不能 地球已经到宇宙中心了 你还动什么 往哪动 按照充足旅游率 你没有理由动 可是中世纪那帮人说 咱们上帝这么牛 难道地球动一动就不行了吗 试一试 所以中世纪就有一帮人来研究 地球动一动 怎么样 所以中世纪有人构造地球动的方式 什么是资砖 还是平行 都有人考虑过 它是没有功力的事 你才能假定所有的人是平等的意义上 你来argue 来balance这个事 前几天我们读一个希腊科学史家讲的一个中西古代比较 有些东西比较 他能看出来 我们看不出来 他说中国人讲话古代 你注意到没有 他说中国人讲话都是讲给皇帝听的 主要是忽悠 你必须想办法让他理解听懂 他不是用平等对话 它是一种目标取向的功利取向的对话 你要说服皇帝 若父阴雨飞飞连月不开 怎么样 所以皇帝一听马上就不舒服了是吧 我们古代那种叙事和那种 这也可以算是推理 推理在现在看来有理吗 为什么春和景明就能推出应该实行方针呢 而云与飞飞的方针就不应该实行了 这道理在哪里 所以中国人喜欢打类比 打个比方 打个比喻 举个例子 穿三甲打洞比较厉害 如果你血管堵塞了 那就服用一户穿三甲就可以了 或者你买不起穿三甲 买点蚯蚓也可以 打通一下 都是那个思路 所以你看 整个中国古代学问的构造里面 它给西方不是一个路数 到了19世纪它有用的时候 正好是中国人引进西方科学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了又是它有用的一方面 所以中国史也好 中国的学问的现代的重新解读 它其实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什么意义上 我们还是在做中国的学问 你是不是只是拿中国人做料 然后来用西方的方法来喂 这就是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但我并不认为 好像我们都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一种 基督教本来跟希腊是两拨人 不是一个路数的 它后来怎么整合的 然后多种方案 怎么弄的 我就不觉得现在我们有章可循 好像 基本上还是非是记笔似的 好像没有想出一条新的路数 这个样子 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这个 19世纪之后 社会的各种力量 通通向科技靠拢 基本上20世纪 21世纪就继承了 19世纪的这个态势 有点新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社会结构 也同时被格式化了 被科学格式化了 像19世纪以前 一个社会力量里面 它是多元的 现在越来越变得 一个社会势力 如果不能抢占科技的先机的话 它就不能算出一个真正的社会力量 这样就单一化了 这是现在的麻烦 因为单一化之后 就是海德格尔一辈子 忧心忡忡的技术的威权霸权 他不是说怕技术厉害的 而是说技术厉害到什么程度 厉害到没别的东西了 那么他就丧失了人类精神的多维度 精神的萎缩是这开始的 精神一旦成为只有单维度的东西 它就变得贫乏 我们说我们是个贫乏的时代 只就是这个意思 我老想听陈嘉运老师那个话 他说跟希腊人比 咱们现代人都算是残废 这个话简直太生动了 因为你都比拼一个指标 你发了多少字 你最近写了几篇文章 几篇SCI 你现在人旅游 那就熟 几个点去了 中华景观一百大去了几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景观 你去了几个 你看到没有 都是手术 在手术过程中 就完成自己对世界的征服 这个东西其实是技术时代的一个缩影 海里格尔它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他比我们要敏感一点 但是他那时不知道 他没赶上智能化时代 就是互联网会带来人类的肉身的末世 你看我们的电脑发展技术里面 它最大的一个趋势是什么 就是让人类的肉身尽量少的使用 鼠标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你在以前在十个手指的打字的时候 你还是全身心的散发着私欲的感性光辉 他怎么那么笑脸低的家伙 这个鼠标技术是一项使人类全体货金化的技术 鼠标是一个标志 技术对于肉身的使用最小化 而且今天更小了 鼠标也不要了 是用眼球 未来眼球也不用用了 想它就可以动 所以你看计算机的发展 它有一个趋势 就是使人类的肉身越来越少的介入 它是提高效率了 它的代价太重了 必然就是使得人类开始丧失它的重性 我们想说你不知轻重 是表示这个人没有人性 现代的科技 可能以某种温水煮青蛙一样的剥夺你的重性 刨掉人性的一些基础 这是新事 这个事还不能说不急迫 是要完美 先往下试图吧 对 这个学老师是什么打算 就是吴老师说一话说真好 整个世界的加速技术化 我觉得是个非常核心的命题 就我们确实模式上在越来越进行技术 一开始你看我们刚出来的手机互联网的时候 我们觉得极大的便利 然后很快就开始过了第一阶段 那种便利之后你开始出现误解 这世界是这么极端化 人的情境这么极端化 这么彼此难以理解 这种分裂的话 他也也是之前很难想象的 因为现在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共识消退 重现共识的一个转型工程中 共识的达成需要很多支点 他也就是因为多位都只有人的亲密感会建议起来 然后彼此在做了理解 然后可以继续谈什么话题可以深入下去 就是人的本质上是需要场景 就是人不能够抽象成一个语言的动物 所以他要找到方式来去应对的一个问题